那都是火车的错 摩托医女 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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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艾玛雅 因为游乐园有个很棒的新设施 是游乐园飞天火车 我看见他们昨天在测试 速度非常快 就好像在天上飞一样 你知道我也喜欢速度快的 所有人都想坐飞天火车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快的车了 来吧 你应该坐一下 什么 是我们先来的 去排队 艾玛雅 女士们 先生们 男孩们 女孩们 我们游乐园的飞天火车现在 不见了 火车哪儿去了 它可不能消失 我一直盼着能坐着它飞呢 但是那么大一列火车 怎么会消失呢 火车沿轨道行驶对吧 这轨道这么弯弯曲曲的 而且还是一个封闭的环形 那么它是怎么脱离轨道 继续行进消失的 看那里 看起来似乎有更多的火车轨道 但现在消失了 如果火车轨道消失了 那一定是夜间出动的家伙 谁影响音响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葛瑞变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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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瑞变生为 狠狠尼 英女 是音响精神 快点快点快点 来坐音响机 等等 猫头英女 如果想追踪那条轨道 我们就得在陆地上 是啊 有道理 我只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 好吧 来坐我的 猫车我知道 我们来吧 他还真是迫不及待呀 你们快点 我们走 看看 看看 什么都没有 等等 猫头英女 这里有火车轨道的痕迹 还记得吗 所以只要跟着他 就能找到火车 是的 我们走 我们走 那个是罗米欧的实验室吗 那看起来是很像 但是他在到处飞 或许这里 伙伴们 不要想罗米欧了 他在实验室里 怎么可能开火车呢 我们要查清楚是谁 走走走 那好吧 没有痕迹了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找啊 千里眼 我看到前面有什么东西 他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他 火车 你看 我说他速度很快吧 去看看是谁在驾驶他 火车 火车 你们好啊 水衣小英雄 但我们刚刚看到你驾驶实验室 那里面不是我 没人在驾驶我的实验室 它就是发生短路自己飞起来而已 不过幸好有这辆超快里车 帮我追上它 但是这些轨道是从哪里来的呢 简单 这要多亏了我的发明 就是不轨助手 不管开到哪儿都能有轨道 看起来真是太酷了 还有更酷的呢 它可以在车后面 一直不停地捡起枕木 但是罗米欧 你不需要这辆火车 我们能帮你追上实验室 说得好像我有实验室 就不要火车了 不可能 有了实验室的工具 我可以把这火车变得更快 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快的恶人 你在这儿啊 我的实验室 再见 睡衣小英雄 看来你们要错过火车了 我们要阻止它去追上实验室 阻止它把火车变得更加危险 驾 冒头英女 我们来了 罗米欧 自动驾驶模式 哇哦 好极了 这列火车实在太酷了 嘿嘿 我就要追上你了 你这个淘气的家伙 睡衣小英雄驾驶那辆超低速的猫车 是永远不可能追上我的 好了来吧伙伴们 我们去阻止罗米欧吧 无聊天 独立一觊 龙 vampire鹰 我 啊 我差点就成鸟石了 谢谢猫小字 别急 猫头鹰女 其实我们可以 我得慢慢靠近它 要非常非常慢哦 为什么要慢 我们现在想走 唉 猫头鹰女 我没事 那些睡衣小英雄不可能在我的车上 是不是 最好还是确认一下 对不起 伙伴们 罗米欧好像发现我们在火车上 没关系的 新计划 我们三个一起到他后面去 他不能同时阻止我们 好了 说到三 我们一起跳过去 一 二 冲啊 伙伴们 罗米欧 不打走 我为什么不听猫小子和飞碧霞的话呢 罗米欧就快要追上实验室了 这都是因为我太鲁莽造成 猫头鹰女人 你没事吧 没事 但是我很抱歉 每次你们想好计划时 我就一个人冲出来 然后计划就失败了 没关系的 你是因为坐火车太兴奋了 让我来对付这只机器人手 超级大力金刚手 不过现在我有个主意 为了能遭像 我必须要等待 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耶 我知道你们都在这儿 睡衣小英雄 但是不会太久了 快点 你的主意是什么 我们要一次让火车停下来 我们还得一起来做这件事 猫小子 你需要跳起来抓一些树枝 喂 笔侠 你要爬到扑鬼助手的旁边 好的 我明白了 接下来就轮到我了 我先把树枝传给你 你把它们塞进扑鬼助手里 让它不能继续扑鬼 那这辆火车 就永远也追不上 罗米欧的实验室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 我觉得一定管用 那么我在等待的时候 你们两个就先做 你们的事情吧 出发 顺利小英雄 记住 猫头鹰鱼 不要冲动 该你了 猫小子 等待 你们知道 我会的 好了 我的扑鬼助手 更多沉默 还要更多 无敌猫跳 好了 现在轮到我了 简直轻而易举 你干的实在是太棒了 什么 快助手 睡衣小英雄 太晚了 罗米欧 卑鄙侠 快赌上哪个扑鬼助手 我要 猖极心坛 你们大家都抓住我 我做到了 超级大力气造手 哇 看吧 罗米欧 我说过我们能帮你追上它 我的实验室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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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或许会丢弃火车 但永远不会丢弃你 我的实验室 现在我们把这列火车 送回家吧 游乐园里的每个人 都会很开心的 我下次一定会打败你们 水衣小英雄 他怎么连个谢谢都不说 别担心 飞碧侠 我们拯救了这列飞天火车 水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世界 快来吧 时间就要到了 虽然我已经做过一次了 但我还是等不及想再做一次 你们几个先生 真的吗 谢谢你 阿玛亚 我愿意等待 好好享受吧 它的速度很快的 飞碧侠语权能石头 功夫 是啊 我在砖上发现的 里面都是有关功夫大师们 很酷的故事 来看看我的书 关于世界上最强调的运动员的 哇 这还不是最好的部分 来看看他赢得的东西 奖品 奖杯和奖牌 或许某天我也能赢得奖牌 我可不确定会给屋底力量设个奖 好了 我们去公园读书吧 要是我也能赢得一些什么 那就能证明我很强重 葛瑞 那些路灯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们整个都弯了 能做到这样的人一定很强壮 或许吧 葛瑞 但是他们又不会得到奖杯 弄坏路灯是不对的 是谁做的呢 我们去总部找出答案吧 深一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最恶 爱玛亚变身为 光头一女 葛瑞变身为 卑鄙雄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哦 我的天哪 快看那儿 小心 城市里发射出了一块锯石 我说不开眼 我们这些懒虫们 我要去打碎那块石头 烟雾忍者 他这是要干什么 他必须被打碎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承受得住我的无敌三连击 在练习新的舞蹈动作吗 夜幕忍者 你完全猜错了 你们这些家伙一定不会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的事吧 为了一块很大的石头 这并不是普通的石头 我的忍者们花了很大的力气 从千里之外的一座高山谷庙 把它一点一点混来这里的 这可是一块全能的石头 一块全能石头 我在我的功夫书里看到过 关于它有一个传说 藏在里面的是一个珍贵的大奖章 是不是像这个 那像是一块奖牌 这个是大奖章 可不是一块奖牌 只有最强壮的英雄才能够打碎石头 并拥有它 至于最强壮的英雄 当然是我了 最强壮的英雄 但你胜质都不是个英雄 你们几个就等着看我 把奖章挂到脖子上吧 有本事那个时候再笑我 这个奖章是要颁给 超级强壮的人的 如果我拿到它 大家就会觉得我是最强壮的咯 飞陛侠 你在自言自语些什么 如果我打碎了石头 那样烟雾忍者就拿不到奖章了 我可以 我带上它 就会像书中的运动员一样 亮着我教给你们的功夫 忍者们 你们需要砍得再用力一点 像这一样 你根本不够强壮 叶木忍者 但我足够强壮 飞陛侠 停下 但如果我打碎石头 就能够拿到奖章 叶木忍者就不会再继续 破坏东西了不是吗 别白日做梦了 你这个短腿的家伙 忍者们 快点滚到那块石头 别停下 一定要把它打碎 如果它一直猛击那块石头 它会把整座城市碾平的 我们要去阻止它 快点 我要去打碎那块石头 没人可以打碎那块石头的 我们必须阻止它 但是奖章会证明 我是非常强壮的 我可以把它挂在我的墙上 你的确非常强壮 所以如果你打那石头 它一定会飞起来的 我们试试其他办法 我会绕着叶木忍者 和它的忍者们不停跑 是的 我带飞碧霞飞进去 那么它 打碎石头 不 是把它带回总部 好吧 我们走 超级猫肃 拿到了 我现在把它运回总部去了 就试一下应该没事的吧 超级大力金刚手 糟糕 被冰箱 它破坏了你们的计划 而且它拿小端手 好像也根本没起什么作用 现在就来看看叶木忍者 要怎么用尽它全部的力气 忍者弹射撞击 它去操场了 哦不 行 金斩链 接住它 飞碧霞 呃 呃 没有 是吗 我下次可以做到 你等着瞧 准备好 忍者弓成锤 一 二 三 什么 我可比你强壮多了 飞碧霞破石拳 呃 它还是一点都没有裂开 再试一次 呃 总有失去控制的那一刻 你是说当叶木忍者挥舞露灯打碎它时 就不会失去控制了吗 我找到它了 我会打碎它 你们等着瞧 现在我要让它撞上这座城市里最坚固的建筑 猜猜会是哪座建筑呢 哦 它想撞我们的总部 如果它撞坏了 我们就没有总部 做不了英雄了 你不能那么做 烟雾忍者 我还以为你明白了那飞陛侠 你不是也很想打碎这块石头吗 跳 哦 我的天哪 我不能让这一切发生 哦 哦 哦 它现在冲我们来了 你们几个不要光站在那里看着 哦 我的天哪 刚才真惊险 叶木忍者已经失控了 那全都是我的错 超级大力金刚手 抱歉伙伴们 我应该按照你们说的把石头放到总部 但我没有 而且那块石头差点伤到你们了 没关系 我们出发 总部会修好的 但你们现在很危险 只要那块石头存在 每个人都处在危险之中 这件事你或许说的对 准备好丹精兽炮吧 如果我们用了这个 石头就会被更用力地弹出去 不可能 这一小英雄该上场了 我们跟那石头制造了够多的麻烦了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的明白吗 最后奖章一定会是属于我的 非必侠 不 跑 那块石头往这边来了 超级大力金刚手 哇哦 刚刚那个动作真是太厉害了 非必侠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壮 那是因为你一心想救我们与危难之中 那样就激发出了你身体中所有的力量 说的对 那没奖章 给我 那是我的 那不可能会是你的 叶木忍哲 明明是我打碎了石头 是我把它扔向了你们的总部 你只是扔了 最终是非必侠把它打碎的 用它的无敌力量 哦那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那家伙怎么可能比我更强壮呢 因为真正的力量 源自于你的朋友的关心和帮助 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乐趣啊 好吧 你们这些小不点们可以留着它 但我会在你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 我决定要把你们送回古庙里 进行更多的训练使人者们 你完全值得拥有这枚奖章 非必侠 谢谢 但是它来自于远方 而且关于它有个传说 你说谁会需要这枚奖章呢 我要把它送去博物馆 那每个人都能看到了 真酷 或许在我们完成之前 还有一个方法来证明你很强壮 水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哇 真酷 哇 真酷 打碎那块石头的人一定非常地强壮 会是谁呢 那是个秘密 直上云霄 猫童衣女 我等不及要看一会儿的空中翻跟斗了 到时候会有一个热气球 还有很多的老式飞机 一起在空中熬翔 就像我一样 嘿嘿嘿嘿 嘿 飞机都在哪里啊 我不知道 他们昨天晚上还在这里的 但是早上就不见了 活动只能取消了 真的很抱歉 真是太糟糕了 谁会偷这么多的飞机呢 你们快来 你们看这一串小小的脚印 这些是忍者们留下的 叶木忍者犯了一个大错误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没人能飞得比我更快 睡衣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叶木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厉害 艾玛亚变身为 猫头兵暈 也 格瑞变身为 飛沸所 费鼻小 康诺变身为 猫小子 走 走 獲医小英雄 來做音響機 我的天哪 那是什麼東西啊 千里眼 是夜幕忍者 那些飛機是用來表演空中翻跟斗的夜幕忍者 這有什麼關係呢 沒人可以像我一樣駕駛得這麼好 你們有本事來抓我呀 不用擔心夥伴們 就算我閉著眼睛也可以戰勝那些忍者們 音響機我們就壓 我會用貓頭銀光光照著它們眼花 然後掉下去 小心貓頭鷹女 夜幕忍者總會想出一些非常狡猾的軌跡 但它根本沒辦法對抗像我一樣了不起的飛鳥 第七十七次空中演習 開始 這 什麼 準備釋放銀銀抓武器 貓頭銀 貓頭銀 發生什麼事了 我不知道 我哪兒都去不了了 我們讓這隻笨鳥和它的夥伴們來一次顛簸的旅行怎麼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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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一線毒浪 停下 你在說什麼 我可憐的朋友 你說的是 落下 那麼好吧 現在收回黏黏抓武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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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啊 又獨棱了一架失靈的飛機 再來幾架我就會成為唯一的 也是最棒的空中飛行者 我比你飛得更好 你這笨鳥 呵呵呵呵 她說她要成為唯一的空中飛行者是什麼意思 啊 或許她的意思是 她要偷走空中表演用的熱氣球 還有城市裡一切可以飛的東西 貌頭英女兒追上她 但是我的音響機壞掉了 可是你不需要音響機 也是一個了不起的飛行者 我不是 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她飛得太好了 而我卻沒有她飛得那麼好 什麼 你是個了不起的飛行者 她用黏黏抓捕器來毀掉你的音響機 並不是你的錯 是啊 我們會幫你的 先把你的音響機弄回總部 然後我們再去一趟博物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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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這並沒有那麼困難 真幸運 我還記得博物館裡的這架救飛機 很酷吧 嘩 嘩 嘩 你做得非常棒 你一定會抓住夜幕忍者的 但你是我們之中的飛行專家 我們要聽你的指揮 我的指揮 但是 嗯 他們在那裡 他們想用黏黏招呼器帶走熱氣球 好了貌頭英女 我們該怎麼飛去阻止他們 嗯 那個 告訴我們怎麼做 我們不能讓夜幕忍者拿走一切可以飛的東西 我 嗯 好了不用擔心 我們來試試 不 啊 workforce 是一小英雄 什麼 停下 不知道怎麼 ainsi 摸摸 啊 這是我見過最有趣的事 讓我們就先走一步了 你們慢慢飛吧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需要你出现指导我们 我很抱歉 叶木忍者和忍者们飞得太好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转的圈 他们没你飞得好 我们飞得就更不用说了 你得来帮帮我们 你可以做到的 可以的 好吧 千里眼 他们从博物馆里带走了火箭的模型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所以计划是什么 或许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那个 不 那个不管用 没关系 我们在路上想办法 猫小子来拯救你们了 猫小子 快让他停下来 不 拉伸 我正在努力 他们在哪里 那里 我们跟丢了 他真是太棒了 又是旋转又是俯冲 他有所有的技巧 我比不过他 等等 你要去哪里 回总部去 没有我你们做得更好 我不会的 我们需要你 我们知道你是最好的飞行者 我们都相信你 很高兴有人这么想 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教我们飞行的人 如果你不教 因不忍者就会拿走城市所有能飞的东西 小火龙 讨厌的家伙们 现在我要来带走你们的飞机了 好了 猫头鹰女 他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所以或许我们应该 躲在总部的后面 再出其不意地抓住他们 好的 那么跟着我 他们口径了 猫头 快回来 那架坏者的音响机 一定在他们的总部里面 当那些睡音小英雄 头灰野花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走部推倒 然后永远地毁掉那架音响机 猫小哥 向左转 猫头 一个是向右 快回来 熊鹰 展翅 飞臂侠 现在去拯救猫小子 猫头鹰女 这真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行 谢谢 那真是不可思议 猫头鹰女 就是现在 我们去阻止 夜幕忍者 你是唯一一个真正会飞的人 你刚刚已经证明了 说得对 他之前或许飞得比我好 但现在我要展示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飞行 是一小英雄单上场了 好 好 好 想想办法猫头鹰女 他们站住了总部 也就是说 有了 猫小子 听我的指挥 准备加速前进 准备好 了 哦 终于 你们是来看你们的总部怎么倒下的吗 有我在就不会 猫小子 保持冷静按现在这样再跟着我 当我说下架 操纵感使劲向前推 下架 抓住他们 一切都结束了 全转 靠右点 抓住他们 忍者们 我们要去带回那些飞机 飞比侠 我们需要你的无敌力量 猫小子 跟我来 过来一点 要不我吃两鸡 超级大力金刚手 准备好降落了吗 猫小子 是的 猫头鹰女机长 下次我会抓住你们的 讨厌的家伙们 瞪着瞧吧 现在快点让我离开这里 忍者们 那可真不错 猫头鹰女 你绝对是一个最最棒的飞行者 或许 终于是了 伙伴们 看 能飞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现在 我们有时间在天亮前 把它们放回原处 水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找救了世界 那些 内心 真的太棒了 那还不错 但是如果我再飞 我就可以翻个跟道 然后再像这样来一个螺旋师兔子跳 就像这样 慢一点 猫小子 来看看这个小霸王奖杯 我真的很想赢得他 但是这比赛太难了 拖鸡蛋比赛 两人三组比赛 还有滚球比赛 但如果我能用超级猫速 就一定能把奖杯赢回家 可如果是以正常速度 那我就不可能赢了 只有最快的才能赢 不是所有小霸王奖杯比赛 都是要靠速度取胜的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骂尔吻才能赢得比赛吗 不可能 每次都是最快的赢得比赛 康诺 你跑错方向了 奖杯在体育馆里 哦 是吗 但我还是比你们快 快点 奖杯呢 他去哪里了 嘿 看哪 这些是忍者们留下的脚印 所以是夜幕忍者偷了他 我们要把奖杯找回来 水衣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装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的打击罪恶 阿玛亚变身为 猫头衣女 格瑞变身为 卑鄙小 康诺变身为 猫小子 快看 是忍者们 但他们为什么在锻炼呢 我猜他们是想用偷来的奖杯做些什么 来坐我的猫车 我们知道你拿走了小霸王奖杯 夜幕忍者 马上把他给我交出来 没错 讨赢的家伙们 如果你们能在三局比赛中战胜我的话 三局两胜 赢的拿奖杯 一定是我赢 因为我是最棒的 不可能 没人能打败我 我是猫小子 是夜幕中最快的小英雄 那么欢迎来到我的小霸王挑战杯赛 我 夜幕忍者 将在这里证明我是夜幕中最棒的参赛者 月之女 你来这里想要干什么 我想一场邪恶的比赛 也需要一个邪恶的裁判 比如我 夜之女 她来当裁判 不可以 她一定会让你赢的 那是当然的 你们只能接受或者离开 我参加了 以我的速度 我们一定会领先 就连月之女也得承认我们获胜 这非常好 所以 嗨 奖杯在哪儿 我非常想欣赏一下 现在不行 不过只要我赢了这场比赛 你想看多久都可以 找到奖杯飞蛾 她一定非常的闪耀漂亮 而一切闪耀漂亮的东西 都应该是我的 第一局比赛 每个参赛者要用勺子把鸡蛋 运到跑到终点 希望最邪恶的那个获胜 准备 预备 我接住了 小心啊 猫耳管的人才会赢 记得吗 但我还是要追上去 是时候加快速度 全力奔跑了 超级猫速 慢一点 猫小子 猫小子 干得好 夜幕人者 欧比赛的获胜者注定是我 我应该叫夜幕胜者 第一局比赛我赢了 现在还剩下两局 我们或许输了这局 但是我保证下一局会赢 现在要开始第二局比赛了 但像这样 把脚抖开一起的话 我们要怎么跑啊 我不知道 在我看来很容易 那是在作弊 我允许他这样做 你们想怎样 我是个坏人 准备 预备 好 找到奖杯了吗 那么继续去找 我要得到他 猫小子 我飞的同时 你用你的无敌猫跳 那样我们就可以带起飞壁侠了 知道了 快点吧 数到三 一二 啊 等等猫小子 呃 我只是强壮 但是我身体可没有弹性 我们再试试 但是不能着急 好的 我们应该步调一致的前进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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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怎么把你们粘住 哦 那个人整作弊 不要担心 我们还在比赛中 数到三 一二 三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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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我们能休息一会儿吗 你说的对 我们就要赢了 嗯 哈哈 剩下的路程 我们只要足够快就能赢 快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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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们差点就输了 但是没有 我们赢了 是啊 这是个坏消息忍者 哦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错 忍者们 哦 好了 一局比赛忍者获胜 一局比赛睡衣小英雄获胜 所以 如果谁赢了最后一局 奖杯就是他的 我们可不能输 都怪你们这群没用的家伙 找不到奖杯 现在我要亲自出满 哈哈 好消息 我要加入比赛 哦 哦 不要担心忍者 我参赛只是为了确保你赢 除了我可能碰巧会打败他之外 你从没说过我们还要跟月之女比赛 笨鸟真不信啊 你说了他可以当裁判 所以他制定规矩 好了 每一支队伍 挑一名选手 平稳地站在巨型球上 跑到终点 哦 我 我 保持平衡是猫的强项 好了 但请记住 要慢而稳 各就各位 准备 预备 开始 哦 慢慢来就行 我们会赢的 哦 如果我们想要小霸王奖杯 我就要加速 超级猫 我跑得太快了 我停不下来喽 抓住他 你 这个狡猾的骗子 赢的应该是我 是吗 速度快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我们想要拿回那奖杯 我就必须慢而稳的比赛 水泥小英雄该上场了 我们都各赢一局比赛 打成平手 所以我们需要再来一局决出胜负 而赢得这局的人 获得奖杯 好了 我们要在巨型球上 从这里跑到体育馆呢 这比赛有什么难度吗 就是啊 这一点难度也没有 但你试过同时用勺子拖着鸡蛋吗 这个太容易了 那好吧 但是要有个忍者坐在我们头上 这个很简单吧 不过你这只小猫肯定会搞砸 所以说我会赢 不可能 我会赢 我知道 我要慢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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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的错 你说我的错 可你是个骗子 谢谢你 忍者 这个是属于白天的 水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就像个世界 康诺是这次小霸王奖杯的获胜者 我现在要找些东西来测试一下我最新的克隆机器 罗米欧和他最新的克隆机器 我用我的无敌菲笔侠伪装术来靠近他 被拿到的 然后你再扔给我 我像这样把它传给猫小子 我有更好的主意 那就是我去把它抢过来 超级猫小子 什么 猫小子 你是来这儿跟我玩的吗 猫小子 放得下来 机器人 超级大力低动手 你好像选择了攻击目标 来试试这个吧 这次我们大家一起战斗吧 我先带菲笔侠出去 然后 等等 要不然试一下无敌猫跳 无敌菲笔侠伪装术 我拿回来了 等等 你要干什么 快住手 超级大力精动手 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水衣小英雄 我们把这个克隆机器锁在我们总部里吧 水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飞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想让我放弃克隆机器可没那么容易 是不是让我的机器人朋友 水衣小英雄拯救了世界 又一次 虽然最后是我们赢了 但我们中有个人总是我行我素的 我很抱歉 我只是想打败他 而且我们做到了 现在我们要去玩点什么呢 打篮球 打排球 要不然我们还是踢足球吧 这是怎么回事 罗米欧又在测试他的克隆机器了 但机器不是在我们总部里吗 我们去看看吧 水衣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入黑夜 拯救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爱玛亚变身为 猫头一女 葛瑞变身为 那么小子 盛离了 这里有 你正面偏 恭喜你 有 我听到它的声音了 你是怎么拿到它的 它应该在总部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不会成为像我一样的天才 当我刚刚发明这个克隆机器时 我就使得是效果多弄了一个 就是这个了 所以这是克隆机器的克隆机器 克隆机器人物 我的天哪 我们必须拿到那个机器 我有个主意 我俯冲下去从它手上抢来 然后把它交给猫小子 你再把它递给飞碧侠 我把发光的东西拔出来关掉 然后用我的超级大力金刚手爬上去 猫声波 声音大的足以破坏电子产品 等等 该造更多的机器人了 现在我要造第四个 猫声波 天哪 你撞大了我的机器人军队 真是太好了 机器人军队 说的没错 到了最后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将照我说的去做 如果我们不听了 那机器人就会把你拎起来 然后举到空中 直到你答应为止 如果机器人那样做 那人们肯定会听罗米欧的话 好了 继续我们的计划 发射猫球 好吧 我们两个来执行计划吧 先看看克隆机器去哪儿的 千里眼 那里 不 快把它还给我 你这是笨鸟 发射的按钮卡住了 它停不下来了 没关系的 没发生什么事 是啊 我也没事 我的天哪 猫小子 你被 机器克隆了 我知道 我也知道 但为什么它们的外表和声音不一样 也许是因为克隆机器用在我们身上时发生了变化 是机器人 看哪 现在去把那个机器拿回来 那是用来克隆你们的 不是睡衣小英雄 把机器扔给我 猫小子 我会拔出发光的东西 不行啊 很多机器人跟着我 也许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睡衣小英雄 我的天哪 现在有四个 快点猫小子们 我有个主意 你们也要参与 我们要一起让机器人转动起来 再见机器人 哪有这么快 看来你的复制品们有他们自己的计划 你们在干嘛 快把他们滚走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我要一直转直到他晕头正向 我要跟他在城市里比赛 直到他消失不见 我要跑得越远越好 这运动令人惊叹 再见 小心啊 机器人 把那些讨厌的家伙举到空中 我们要把那个机器抢回来 现在能执行我们的计划了吗 再让我来试一次吧 我又有了个主意 他们会一起参与 绝不会失败 我们用这些原木 把罗米欧围在里面 但我们怎么拿回那个机器呢 我晚点再解释 快点 你们这些家伙想干什么 机器人来了 给机器人造一个陷阱 他们一踩到就会弹起来 我准备要造一个机器人弹弓 如果我在原木上跑得飞快 那么他一定会把机器人绊倒的 等等 停下 我们需要那些原木 我需要他们 停下 按照计划来 拜托了 按我的计划来 按我的 你们就等着看我的弹弓嘛 这下糟糕了 他们怎么回事啊 他们都在自顾自的 就像你 我还是可以解决的 我会拿到机器 不用担心 猫小子只需要一只手 就能拿回机器 快来弄我 机器人 快抓住那些讨厌的家伙 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你破坏了我的 小心后面 这可真就啊 一个克隆的猫小子主人 一个克隆的猫小子主人 这可真是一场大灾呢 你就应该听我们的 我们是团队 记得吗 我很抱歉 我把这点忘了 我的复制品们做到了 抱歉 睡衣小英雄 给上场了 炒吉猫 如果我救了他们 我们就能够一起打败机器人了 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队友们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睡衣小英雄 就在你身后的那些树后面 放下帽小子们 去抓他们 停下机器人 停我的 那是个陷阱 好了 猫小子们 我们来用你们的原木发明 你们好 剩下的也来了 我们快点做好准备 来呀 机器人 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要干什么 机器人讨厌 还有最后一个 超级猫 机器人 快去抓住他 不不 不 你别压着我 我们做到了 现在轮到超级大力金刚手了 可如果我拔出发亮的东西 你们就会消失 我们不会消失 我们会再次合体成为猫小子 这就是一个团队 开始吧 飞飞侠 超级大力金刚手 耶 耶 那你抢飞翼小英雄 你们除掉了我的机器人军队 看你们永远除不掉我 我们把它跟另一个锁在一起吧 睡衣小英雄 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你也恢复正常了 康诺 那当然 那么我们今天玩什么呢 玩篮球怎么样呢 足球 我喜欢足球 我们玩足球吧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做决定呢 猫头英女和月光花 我太喜欢圆异客了 来看看我的向日葵 我的已经长得很大了 它真的长得很大 你也太没精神了 嘿 你的花怎么样 艾玛雅 它很好 非常好 你一定要给它浇足够多的水 我知道 或许你应该把它放到另一张桌子上 那里阳光更充足 我知道 我正准备搬过去 我们可以帮你照顾向日葵 去年夏天我们参加了园艺社 学到很多知识 嗯 谢谢 但我不需要帮助 你们的社团不错 但我是个园艺天才 我想我很了解职务 我不需要社团 也许我需要的只不过是更多的园艺工具 工具都去哪儿了 月之女的飞蛾 一定是月之女干的 它为什么想要园艺工具呢 它不是只在夜间出动吗 而且没有光植物不会生长 你们看 我很了解原意吧 不管它要干什么 都不会是好事 水衣小英雄 我们出发吧 进驻飞燕 正教世界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 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 便严阵以待 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 好 艾玛亚变身为 猫头衣女 葛瑞变身为 卑秘蛇 康诺变身为 猫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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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之女 一定带着学校的园艺工具 在城市的某个地方 但在哪儿呢 嗯 掌满草的地方 很适合用来种植物 公园 来做音响妻 好的月之女 你在什么地方 千灵眼 猫头鹰女 小心前面 啊 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让它长在我的花园里 快看 月之女在那儿 月之女 你做了些什么 你们不喜欢我的月光花吗 我还是用你们的园艺工具完成的呢 事实证明 我的月光花成长所需要的养分 全都来自于夜晚的月光 哦 那还真是一棵可怕的植物啊 一棵 哈 还有比一棵更可怕的 等那个花苞绽放后 它会释放出无数的种子 每一个种子都 都会落到地上 再长出另外一棵月光花吗 长出的这些花中的每一朵 也会释放出更多的种子 然后开更多的花吗 这是谁的计划 很快 我的这些月光花 就会占据其他花的生长空间了 哈哈 我们要在这件事发生前 尽快想个办法阻止月之女才行 嗯 园艺社教过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除大量的杂草吗 斩草除根啊 容易 不 等等 一棵巨大的杂草会有很多根 你得把它们全部挖出来 如果有一条根被漏掉的话 它就会长出另一棵月光花的 我们马上开挖吧 就用我的办法来警觉问题 我的天哪 现在有一个睡衣小英雄被缠上了 第二个来吧 第二个来吧 炒奇梦 超级大力金刚手 我有一个主意 月光花在夜间生长对吧 所以或许它不喜欢强光 如果我们用音响剂的大灯来照射它 它或许就会枯萎 等等 那么我的挖掘计划呢 不要忘了 我也是非常了解原意的 猫头鹰女 挖掘并不是很管用 也许铁锹不好用 但如果我们用音响剂爪 会怎么样呢 我围着它飞 同时继续挖 而且这次我还一定要避开那些缠人的虚根 我们开始挖掘吧 不错不错 是该把睡衣小英雄控制出来 啊 我又一次 被缠住了 哦 它还真是丢脸啊 哦 我的天哪 抓到了 超级大力金刚手 快放开我的朋友 月之女 嘿 快把我的月光丝还给我 马上就要跑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 讨厌的家伙 嘿 翔小心 走 好了 哈哈哈哈 加油月光花 快长啊 释放出那些种子 这样就不会有空间长出其他的花或是植物了 所以挖掘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也许是 嘿 我在想如果我们给它浇水会怎么样呢 给它浇水 但那样会让它生长的 但别忘了它不是植物 是个奇怪的月光杂草 或许我们浇水后它就会枯萎了呢 等一下 那根水管给了我灵感 我们可以把软管缠在它上面 然后连根拔起 猫头鹰女 我不确定这行不行 让我来试试看 即使我没有参加你们的社团 但是我仍然很了解原因 等等猫头鹰女 嘿 停下笨鸟 好 好了 现在我要做的就只是用力啦 猫小子快阻止月之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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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有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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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小英雄 我的天哪 它们长得到处都是 很快就会有月光发源了 它会长满整座城市 破坏其他所有植物 没有你的帮忙 我可做不到 它说得对 我该向你们寻求帮助 但我想让你们知道 即使我没有参加社团 我也很了解原意 没关系 猫头鹰女 现在有什么主意吗 我会听的 照你们说的做 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那些种子现在到处都是了 是风把它们吹得到处都是的 等等 我有个主意为陛下 不管风吹到哪里 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风能够往正确的方向吹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我需要得到 你们原意方面的帮助 计划是什么 跟我来 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 好了吗 佩比侠 我们要刮旗阵风 控制种子的方向 好的吗 猫小子 好了 无敌雄鹰斩圈 嘿 我的种子 看我的家伙 搞定了 全在里面 好事吗 看我种出更多的月光花 我们来试试你的方法 通常来说植物都喜欢光照和水 但是这邪恶的月光花也许不会 哈哈哈哈 起作用了 不 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们 我会回来的 我们做到了 是以小英雄一起欢呼吧 因为在黑夜 我们拯救了世界 向日陪众的最好的那个人 将获得奖励 太好了 我要感谢葛瑞和康诺 给我提供的建议 要知道 给多少水和光照 这些非常重要 是的没错 这个奖也是你们的 看路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